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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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在這邊第一個要說的是 我非常不是感謝 是感動 感動說 剛才那個題目叫做司法任性 我們都在下面說我們也蠻有任性的 在座的 再說說從早到現在都沒有 不離不棄跟著我們 我想一方面當然是因為這個議題 的確是相當的relevant 這幾天 還有跟我們這個生存本身 有相關性 重大相關性 另外一方面當然也是因為我們的講者非常精彩 尤其是我們都來自不同的背景 經過這樣一天的等於說 彼此的交通跟互動跟交流跟互補 我想還包括我們的主持人 主持人也給我們很多的講評跟回饋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相信每一位講者都會有最後幾句話想要補充一下 再聽過各方的意見之後 所以首先我們就 最後這段時間我們這樣進行 我們先請各位講者 每個人先用四分鐘到五分鐘的時間做一個結語 然後之後我們再看看講者之間有沒有去互動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開放給現場觀眾 來跟我們互動 這樣子 好嗎 所以我們就按照今天發言的順序 我應該主持我最後了 請副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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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各位來賓 也非常謝謝大家支持到最後 我想今天第一場聽完之後 後面我學的真的很多 因為今天 先從這個人工智慧的這個議題談了之後 就發覺 哇 真的這個Spectrum很廣 是從這個不同的面向到最後的法律這個面向 那剛好因為我也在主持一個科技部的AI中心 那就是負責全服健康照護中心 是做生肌醫療 那在生肌醫療裡頭我們就有一個小組是叫ELC ELC組就是ethics 就legal跟social impact 那我們也找了法律系的老師 我們也找了這個醫學院的 醫院的論文會主委 所以我們對那個法律議題其實也很關注 因為像說這個我們現在AI用在醫學 那會不會讓這個radiology 就是做放射性科醫師 或者是放射性科醫師 他做完之後 是不是就可以算數 就是AI做完以後 還是說最後doctor yellow science 那所以其實這些議題真的很廣 今天真的聽到不同人家來看這個問題 那先從我今天所講的那個 我今天早上所講的那個議題 就是說這個人工智慧在善良的這一面 但是雖然我一開始堅持說我們應該要同善 因為在我們之前都是採用倫理念開始堅持 所以倫理當然就是說 希望大家社會一片祥和要有倫理 但是呢 經過這個廖良長一講以後發覺就破功了 那其實社會真的還只有很多的面 所以我想我們其實大家都了解 社會本來就是多元的組成 我想從正面看的話就是說 希望這個專業的人 不管在哪個專業 要用到AI工具的時候 一定要正確地去使用它 或正確地去設計它 那其實這個問題絕對不是第一個才發生的 在這個早期的這個生肌醫療出來的時候 那細胞的複製 或者前一陣子在大陸也發生 這個細胞這個 這個什麼 Cell engineering 就是你可不可以去改造這個細胞 其實這個都有牽涉到ethics的問題 那當然ethics之後 會不會有就有crime的問題 所以我們倫理是說先告訴你good 但是呢 你不要問問你有bad 就是你bad的時候 你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因為我在工程裡頭 所以很多就在談這些 像說包括武器的問題 包括像說這個無人機 各位看到這個最近我回家買的四架無人機 那這個四架無人機當然很好 因為通常如果不小心掉下來以後 可能會搭爛了 但是前一陣子有人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在邊界 當然不是我們的 有些國境很長的 是不是應該用無人坦克車去巡邏 那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這無人坦克車在巡邏的時候 那如果被攔截了一步 然後攔截了兩步 那很容易攔截了 那一定不會掉下來就摧毀了 所以有可能就被拿去破解之後 那就被可能就被這個暴徒或者是恐怖分子 拿來做任何的一些破壞的運用 所以這個東西在開發的時候就要非常審慎 其實你從好的地方想 你從此也要 想到我所講的也要想到廖映長所講的 所以你就會想審慎的知道說 什麼東西可以做 什麼東西不能做 因為我們總知道人就是有多元的 所以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要非常非常的審慎 那談到這個議題之後 然後我們就談到 慢慢的AI會有所謂的自我意識 那這個意思 大家都Journey很長 我覺得 就是AI變成是另外一個物種 那當然這意思都是我們的科幻家 帶給我們的一種幻想 但是他們也真實地預測了很多事情 所以我們也認為這個東西很有可能會發生 但是這個可能要在好幾十年之後才真正會落實 但是在我們的好幾代之後可能就會成真了 所以我想我們可能提早要先去做一些 不管從正面去看 從負面去看 先把這個事情都釐清之後 我們真正執行者在做的時候才會知道是怎麼做 那我再提一個例子 像當我們早期在數位革命的時候 那所謂的這個大家電腦導入 像說從這個mini machine 這個什麼 大的數位 大的這個電腦機台到desktop到現在的laptop 那當時大家都很擔心 全世界的人是不是很多人都失業了 所以當時就很多人都擔心這個世界就會經濟蕭條 那後來發覺也沒有發生 就是因為有一群的人像我們這些人 天天在先談 談了很久以後到時候就不會發生 所以我想的意思就是說 當數位革命的時候 很多人都認為說 很多的藍領跟白領街景可能都已經失業了 因為電腦嘛 電腦來的時候當然比這一波AI來得更早 但是其實你會發覺其實並不是所有人的失業 而是很多工作upgrade 很多工作create了新的 但很多工作也消失了 所以當這個世界大概一直在談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在轉型 那其實在轉型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們更早的predecessor 他們更早比我們在談這些事情 所以就是有人來談 所以這件事情就慢慢會變得發生 所以我覺得我們學者專家 為什麼要開這種很多研討會 其實就是把所有的利害關係都分析了很多之後 真的未來的執行者在執行的過程當中 就會選擇一些比較聰明的、比較明智的做法 當然也是透過肌體的力量 所以我認為這一波AI很早的時候 大家就排名說有700個工作 誰是百分比幾率最容易被取代的 那聽說最不能被取代的是 不知道是心理學家還是醫學還有醫師 但是呢有好多工作都很容易被取代 但是我認為到最後這些事情可能都不會真正發生 就是因為我們大家都在一直在想這些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 我很佩服廖語長辦這樣子的活動 讓大家有機會來討論 所以我相信未來這些事情多談之後 居然會有好的solution 所以我想我就先表達我的意見到此 好 謝謝各位 我今天學到非常多東西 然後非常感謝 然後我只想補充一兩點 就是我是想要跟各位老師們談 大家也可以觀察到這一點就是 這是一個跨靈的議題 那哲學家已經慢慢的知道很多議題 我們原來以為 傳統以來原來以為是存哲學的問題 我現在慢慢開始都不覺得是這樣 那這個哲學家可以跟這個工程學界 社會學家 保理學家 各方面我們可以學到很多 那反過來好像也是 就是比如說今天談的這個人物智能 能不能有自我意識 那這個問題之所以很重要 其實剛剛最後一場就充分體現了 這個AI能不能發展出自我意識 是很重要的立體 因為我們越來越感受到 AI發展會涉及到各種各樣的倫理問題 道德問題 法律問題 那其中一些問題就是 AI能不能作為法律上的權力主體 或是AI能不能有責任能力 就AI把事情 某個AI系統把事情搞砸了 我們能不能讓他負 道德者或法律者 叫他賠 好 那問題是 他必須需要一個person 我們才能夠 我們才能夠問責 好 那我們可以在概念上 我們就可以先區分 我們是 你跟我 我們是human person 那我們就要去 哲學家就可以去考慮 去討論 什麼叫做一個AI person 好 那他的subjectivity 他的first person perspective 我們就不能意識 所以一開始不能意識他有或是沒有 可能或是不可能 好 然後先要談清楚 如果有的話 那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如果不會有的話 那理由是什麼 好 那所以自我意識呢 就是consciousness of self 那哲學家很早就開始投入什麼是self 但是慢慢的一種 一種新的意見 開始 因為把self當作是一種substance 把self當作是一種entity 在哲學上有好處 但是也碰到不少困難 所以開始有哲學家 特別是現象學家 開始建議 我們與其先 與其要去等到哲學家們 把形象學的問題都解決完了 才開始談 什麼是self 或是可能是 這個 那AI的討論不會等哲學家 好 那 所以開始有哲學家們去建議 我們先 先把 我們先去討論 這個現象學的問題 我們先弄清楚 什麼叫consciousness of self 我們的確有自我意識的經驗 我們先把這個經驗的各種各樣的特性 刻畫的準確 然後呢 然後再去談 在這些自我意識的各種經驗裡面 比如說我們今天都談了這個 Full Body Ownership 或是Experation Ownership 這些日常生活簡單的這些經驗 裡面所涉及到的自我意識 先把它談清楚 刻畫準確之後 那我們再來談說 這些基本的 門檻最低的自我意識 所涉及到的self 是什麼意思 好 那我相信這些討論也會幫助 不同領域的專家 好 去考慮 這個 如果有的話 如果有自我意識的話 那是不是 就可以有問責的能力 或是能夠有某種形式的 電子人格 Electric Personhood 好 那我最後再講一點 雖然我今天想要 在這個 演講裡面採取的立場 是第三種立場 就是我們 至少是目前 我們不知道AI 可不可能發展出自我意識 但是我最後想要強調一點 第一種立場跟第二種立場 一樣重要 第一種立場就是說 將來是會發展 AI是七種 是可能發展出自我意識的 第二種立場說不可能 不是因為技術問題 不是因為經費問題 是理論上就不可能 因為它不可能有主觀經驗 好 這兩種立場 我們提出的批評 就是這兩種立場 都認為 我們對AI可不可能發展出自我意識 已經知道答案了 我們覺得能不能弄快 但是呢 第一種立場跟第二種立場 仍然是值得我們好好去考慮的 所以哲學家需要隨時注意AI發展的動態 各個方面發展的動態 幫助我們更周全更深入的 來思考全國文的問題 謝謝大家 通常在演講的時候 我都很喜歡看觀眾 因為我可以知道 就是跟觀眾的連結 但是那個口罩真的會讓人的臉 就少了一半 就有些人好像認不太出來 不過我今天一整天 每一場我都很臨在 present 就是在這個每一個時刻點 我都覺得我跟講者 是有同在的 然後這個是我自己覺得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在我的演講裡面 我也提到 如果大家沒有這樣的經驗的話 那我覺得專注這件事情 是我們人生的品質裡面非常非常 就是你要保障你的品質是好的 這樣的一個門檻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我今天 就是 這時時刻刻的臨在是 對我來講是蠻好的一個享受 其實是一種享受 那這也包括就是不分心 就是不在不同時多工的做很多件事情 雖然我們現在 就我自己而言 我覺得我已經之前我已經能練就同時 做非常多事 非常有效率的這種做法 但是現在傾向就是減法 就是慢慢 不要做那麼多事 可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 是一種臨在的狀態 那這個是我覺得機器的發展 讓我們可以少做很多routine的事情的目的 是讓我們拿回來 讓我們可以在生活裡面有更好的臨在的品質 那這個是我想我的岩漿裡面可能 因為有時間的限制 但是我最後想再跟大家分享的這一點 就是這個部分 我也想提到那個 剛剛就是也提到連結的部分 那這個緣起就是這個論壇 如果就我知道了 也許高院長可以再補充 就是我在Stanford的時候 高院長給我一封信 就說請我給個演講 給個講座 他給了我一個題目 但是那個題目我說這個題目 目前我已經沒有在做 多年前做 我做漢字的部分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想的部分是 可能跟AI還有人的關係 那他就說他現在也在想這個文集 所以後來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也許高院長當然會再補充 但是後來院長就說 我們出去就弄成一個論壇 那我那時候是覺得這個蠻好的想法 我沒想到院長的執行力跟的視野非常寬廣 就是一下子弄出一個 這個範圍這麼寬廣的整天的論壇 我自己覺得收穫非常的多 那這個也是我覺得 任何事情的緣起就是一個念頭 就是這我一直覺得 就是說以前我 有時候如果要做義工什麼 我有時候會想說 是不是我一個人能做什麼事 後來我就排除掉這個想法 因為只要 就是只要一點點微火螢光 其實他大家在一起的時候 他其實就會變成燈塔 就會發揮更大的力量 而且這個力量真的不是 一加一等於二的力量 他真的可以一加一大於二 所以大家都不要小看自己 那尤其是在現在大家在談這個 AI 時代 我覺得我們 當我們說是deeply connected 的時候 I truly need it 它是真的是這個樣子 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呢 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會影響到你周邊的所有的人事物 所以當你散發出一種正向的能量的時候 那個正向能量會回饋回來給你 所有事情都是你給出去的就是你拿回來的東西 所以小心你給出去的是什麼 然後它也會影響到整體 那這個我想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其他我覺得有具體的東西 包括就是說接下來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可能做的論壇 我不知道各位就是叫CRISPR這個東西 就是基因編輯 這個我覺得是現在 跟AI是平行發展在科技上面 影響人類非常深遠的東西 就是你可以編輯你的基因 而且這個是可遺傳的 所以前一陣子在那個中國的深圳呢 他判決了一個例子 就是他弄了一個就是雙胞胎 baby girl baby girl 因為父親就是清代有這個HID 他後來就做了基因編輯 後來是違法 就是自己做的是違法 這個呢就跟剛剛前面有講到複製人的影響 就是在這個不管是AI時代或是基因編輯時代 我們以後是會變成生化人啦 是不是 這兩條線的發展都會發展到什麼 我們不知道 可是就回到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發揮他的一份力量 然後不要小看這一份力量 但是要讓你自己發揮這一份力量呢 我覺得那個專注的品質 那高品質的專注是非常重要的 保持每一刻的那個臨載 我覺得也是非常重要 如果能夠藉由這個 讓你覺得你自己的身心是好的 然後你也可以透過這個去影響到你周教的社會 那我真的覺得 不管未來AI是善或是惡 這個是我們可以決定的方向 因為就從自己做起 好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 謝謝 廖院長今天辦這個會 我想最後結議 我就 延伸我剛剛談的公共性 大概就三個面向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最核心的公共性面向 當然是考量多方觀點 這個大概是不論從我自己的社會學或STS背景去 就像今天我們從不同的學科觀點去思考 提出來的議題的時候 我們自然可以從看到不同的角度去看到的議題這樣 那所以STS給我們的一個很多的教訓 也就是太多時候很多事情出問題 都是因為我們陽性特定的 尤其是專業的觀點 所以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大概是 當然就牽涉到價值的取捨 那剛剛有一個問題我沒有回答 不過那位剛剛離開 後來我跟他釐清了一下 我大概了解他的意思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雖然我一開始談的例子是 極權統治跟那個捐控資本主義 但是所有的權力的或治理的運作的形式 其中包含的基礎層面也有各種不同的方向跟方式 那當然所謂的公共性 他也有不同的層次跟不同的方向 後面我想要談的就是說 這裡面很重要在各種不同的層次或是具體的操作上都有價值取捨的層面 所以我是要幫那位解釋一下他的問題 他的問題其實是說 A&T的他的視野 理論視野基本上是非常開放的 很多批判理論都預設一個價值 然後針對那個價值認為你應該往這個方向去 那A&T相當開放的 那我的回應會是說 但是A&T他可以區變這個網絡 如果他有朝向這個方向的傾向 後面運來了什麼樣的價值 這個網絡可能是往那個方向去的 所以A&T可以給我們的視野是給我們各式各樣的地圖 告訴你說你可能往這個方向去 極可能會往這裡走 那當然肯定領域那些當然是另外一回事 但當然也是這樣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在不管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下 價值的取捨 我想在每個層次我們要非常的清晰 我們要清楚知道在什麼樣的過程 因為我們決定的價值在什麼過程被決定 那第三個是我剛剛比較沒有提到 但是有稍微提到 但是裡面蠻重要的 就是關於協作的問題 就是我自己猜 不管是現在我們在生活上已經看到的很多的AI 譬如說車子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人開的車裡面是有AI的 他會自動幫你煞車或幹嘛的 那這個就是這個AI 或者是剛剛那個傅老師提到的醫療的例子 那個醫師叫Cosine 即使現在很多專家 像瓦斯那些專家系統 他幫你判斷說 用這種治療方式要多走到 但是現在法令還是要求醫生要Sine 那另外還有一些例子像那個 那個剛剛那個法官的例子 就是我意思是說 在目前的AI的發展狀況下 不管出於任何原因 一個是技術上的可能的狀況 以及現在的法規堅持 或者是有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就是剛剛講那個出了事誰要配啊 你如果把他丟給他 就相信那個AI吧 那最後的問題就是那個公子要配 那只要發生一個case 那個公子就倒了 所以這個會嚴重的 那個技術的發展的前三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不管從各個角度看 人跟AI的協作這件事情 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 所以這個也是我覺得還蠻重要的地方 就是就像我們在30年前可能 大家會覺得電腦是個很分析的東西 但是今天我們每個人手上都有一台電腦 在跟我們做任何事情 那AI或許在未來也會有很長的關係 因為是這個狀況 所以我也覺得大家可以及早去思考 怎麼跟他協作 思考在這個協作過程的價值取捨 以及怎麼樣去納入更多的觀點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 謝謝 其實我剛剛報告完 所以也沒有太多的reflection 但是我可能就講一點比較 剛剛可能沒有特別提到的 然後剛剛廖院長提到 可以稍微跟其他講者做一點點連結 所以我有一些很immediate feedback 我也可以提一下 剛剛其實我花滿多時間講 一個透明度可解釋性可課的性的問題 那我這邊其實想要另外補充的是說 後面我提了幾個問題 大概主要是希望大家不要把 AI當成一個概念在討論它的impact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不夠準確 而且其實你不知道 你其實沒有辦法很具體討論它的impact是什麼 所以在法律的領域上我會問說 它是應用什麼基礎 它想要達到的是什麼樣 比如說審判或者是分案件分類或什麼 就問比較具體的問題 然後它想要達到的取代 或者是輔助的功能跟程度是什麼 那也許不要只把它當成一個概念 討論就可以比較清楚了解它的 implication是什麼 也比較知道在特定的領域 可以怎麼回答可能有的問題 那這個想法的延伸就是說 針對AI不同的implication 其實我們也許在一開始 應該要採取一個比較sectoral的角度來看 比如說在法院 我們剛剛有跟大家報告提到的 黑核子的問題很嚴重 因為如果我被判刑五年 我不只是想要知道結果準不準而已 我想要知道為什麼 我想要知道決策的過程是什麼 但是如果今天我到醫院 一個類似這個Watson系統 它告訴我這個很準 百分之九十八準確度 告訴我可以判斷你有沒有得到皮膚癌 或者是什麼 其實我不特別想知道為什麼 因為醫學的什麼原因 所以你得到癌症的機率很高 你應該告訴我 我只知道結果很準 我會趕快去就醫 所以其實在不同的sector 問題可能不太一樣 都是Black Box 可是它可能在司法體系 呈現出來的問題的挑戰程度 跟在醫療體系 呈現出來的挑戰程度 有些會很像 有些不像 那剛剛講的是不像的地方 那很像的地方 也許有一些輔助醫生做 這個 什麼叫做 診斷 醫生做 一直想要講判決 這個醫生做診斷的一些系統 其實如果他在整個制度裡面跟法院一樣 他告訴你說 這是我們醫院 花很多資源訓練出來的 然後他有醫學專家的認證 他很準很準等等 那我們剛剛講法官可能會因此影響 他的獨立的審判的功能 那醫生在剛剛文老師提到 還有這個副老師有提到 如果醫生他是必須要口善 他還是要一起來做這個決策的時候 醫生可能會產生一種 有些人叫做新的防衛性醫療的做法 因為他多願意去挑戰這個 這個電腦告訴他的建議呢 對不對 他會不會因此要付比較多的醫療責任 如果錯了的話 他搞不好還要寫報告等等 所以會有一些新的問題 所以有些問題 如果我們用法律跟醫療這個來比較 有些會是一樣的問題 很類似的問題 有些是完全不一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能也不適合說 有透明度問題 所以AI就是不透明 然後就是不好 他還是應該要獲得一些 比較sectoral的討論 那我第二點呢 是剛剛好像梁老師有提到那個 就是自我意識 然後AI能不能作為法律上的權利主義 我想說提到法律 好像跟我有一點關係 也做一點點自己想法的分享 就是雖然大家的不是共識 但是主流上會認為 法律總是很慢 因為科技發生很快 法律更不上 所以要趕快每次都等問題發生 才來想解決 雖然大部分情況也許是這樣 但是法律其實 當它要反應的時候 它也是很靈活的 所以AI能不能夠作為法律的權利主體 其實它可以有很多層次的討論 那我可能先講一個 就是法律它制度設計上不一定 它必須要有自我意識 它是自然的 我們才說它可以負擔權利 享受權利負擔義務 我們大家很常見的 除了自然人以外 我們也有法人 對不對 公司它是你的agent的感覺到 公司可以當一個法人 公司也可以部分負擔權利 享受權利負擔義務 那也有一些國家在討論 也許除了法人 我們給它一個機器人人格 也很像法人格的東西 所以法律其實雖然反應得慢 它還是有它靈活的地方 這可能跟任性也有一點關係 所以我們在討論 它可不可以當成法律上 權利主體的時候 也許可以有很多靈活的想像 那當然權利主體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它如果除了是 他們權利義務 它可不可以賠償 但是最後可能還是要回答說 那賠償它有錢賠嗎? 它有沒有財產? 那可能就會衍生說 是不是應該要有一個保險制度 來給AI 就是你買AI機器 或是買自駕設的時候 你就會必須要固定一個保費 存在那邊 讓它可以賠錢等等 這是很複雜的 法律的這個制度設計的問題 只是我想跟大家談的是說 其實它是可以很靈活 被設計出來的 那再來一個是 今天早上的時候 其實副老師稍微有提到 然後好像還有另外一位老師 有提到這個自駕車的倫理的問題 那我知道在場的哲學家非常多 所以我好像也不能說什麼 但是從法律的角度上 因為早上有一個問題被提出來 就是說人碰到這種兩難 就是ethically challenging 的問題 或是ethical dilemma 的時候 比如說一個小孩帶著一隻狗 然後兩個老人 你必須要撞的時候要撞誰 這些事情 那人好像還是會這樣子 那為什麼自駕車你要為難他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給他很高的標誌 那我從法律的角度來看 法律也許從倫理角度 應該也蠻類似的 就是你人當下的反應 是比如說0.01秒的反應 對不對 你不會那個時候還算說 我應該要撞誰 我比較尊重老人 或我比較愛小狗等等 對不對 你不會有一個 calculation 的過程 那你當下立即的反應 腎上劍術動態的立即反應 其實法律並不會非難你 做出來一個 也許不是那麼 ethical 的決定 對不對 你殺了五個人 然後沒有殺這一隻狗 很奇怪 法律其實不會非難你 只是你會負擔相對你的法律的責任 那自駕車為什麼會現在被提出來 討論這件事情 是因為 某種程度上 他是被預先寫進演算法的一個決定 對不對 必須要在演算法裡面先回答說 碰到什麼狀況的時候 我一定要採取一個動作 那變成說你先 預先做了一個決定 那這個跟你0.01秒的反應 法律不非難你其實是不一樣的問題 他是一個被先決定好 就是你已經決定說 在這個情況下你要撞誰等等 所以從法律或從倫敵的角度上 可能會因此真的是一個dilemma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每一個人的決定可能不一樣 每一個社會跟法律制度或國家 可能所有的都不一樣 那該怎麼辦 所以這個是法律上面可能會 接下來會碰到的難題 特別是自駕車在應用上面 已經越來越成熟 真正更高level的自駕車系統上路之後 應該在法律制度上 必須要面對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以上 非常感謝我們剛剛五位主角人的分享 或者是他們的結語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會的 也算是一個最後的 不僅是最後的 反正是一個結論式的一個回饋 但是等一下我們還是可以有機會在互動 那我就 也從我的 當然是身兼主角人跟主持人 還有主辦人的這個身份 那個當然就是 要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一個層次上的論述 第一個當然是 要感覺得葉老師提供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奇心動念 因為我請他 本來是要請他講漢字的 其實也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一個題目 漢字的當代 他還有什麼樣的意義 那 因為他有這樣的一個 演講的另外一個不同的構想 使我 覺得 這個議題其實可以好好來做 因為我們應該是有一些人可以 而且我剛好那陣子在網路上看到 像 你們都 都曾經談過這個議題 那所以 這個會能夠 成功的辦出來 我想葉老師具有很大的功勞 那另外當然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朋友非常非常辛苦 而且 也很有創意 所以他們把 這整個會 這整個會辦的福福真風 包括我們這個設計都是 我覺得還算不錯的 那 所以在這邊 這個 除了謝謝之外 那另外當然是要 也是不能免俗的要補充一下 那 首先當然是就是說 我們這個會的目的 其實文原有引了一句 那一句其實裡面 前半就是說 我們能夠重新地 想像人性這件事情 那 當然我們今天 比較偏向在 比較偏向地談 AI本身 比較 因為我的印象裡面 比較沒有談到 AI對人性的衝擊 所以我在這邊就稍微 把這個做一點引申 那個 我記得我在看 那個 好像是 一位 neural philosopher 神經哲學家 叫做 Patricia Churchland 好像 他的 他的 有一次的演講 還是他的文章 我忘記了 他就提到說 其實人的自我的意思 其實是沒有我們想像的 那麼的固定 他就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說有一個腦 腦子有一個什麼樣的病症 所以他需要把腦切成 先把它切開 這切成大概兩半的意思 沒有當然沒有 沒有真的切成兩半 他就把它切開了 把一些連結切開 切開有一陣子 就是他那個切開 配合還是 就是 不需要臥腸 他還是可以做一般的事情 他就是 左手去拿 是拿一個東西 右手會把它弄下去 就表示在這個差哪 在這段時間裡面 他有兩個不同的自我 這樣 就這兩個自我的意見 是不一樣的 我現在拿起咖啡 你有時候把它 推下去 所以我不要這個咖啡 所以我們對自我的認知 這件事情其實是 為什麼我會今天用到一些 拉綱的精神分析的理論 其實拉綱的精神分析理論 跟佛洛伊德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把 他把佛洛伊德的這種 生理的決定論 變成了文化決定論 那即使他認為 我們一般的自我認知 是透過社會 社會來形成的 這個我想你們都很了解 但是拉綱不認為這是真正的自我 就是這個社會自我 或者一般說面具 當然沒有用這個詞 所以拉綱是在 其實他談的真正自我 是自我匱乏的時候 就是我所有的社會 我所有的社會自我都拿掉 因為我們有太多社會自我 都拿掉之後 你面臨那個 無法承受的黑夜的時候 那個才是個真正的自我 但拉綱的談法就是 不會像道家那樣子 我這個全部拿掉之後 事實上是天而合一的狀態 那他們沒有到這個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 這個必須要有 像德勒茲、淮海德這些人 來把拉綱 當然這沒有時間的關係 就我個人的 在接受這些理論的時候 我需要後面這些人來解決拉綱 沒有解決的問題 就是他認為所有這些拿到以後 是真正的自我 但是面對自我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沒有止盡的黑夜 你要自己從那個黑夜裡面去尋找 你要找到的東西 那個才是真正的自我 那個真正的自我 完全沒辦法從社會裡面拿到 所以但是拉綱精神分析的有意義的地方 就是說 其實這個也不是他拉綱自己的發明 可以說 你這樣的 這個 但是 其實 東西方的 哲學、宗教 都在談欲望的問題 沒有一個不知 包括陳出他們 王陽明 都也都在談欲望的問題 所以 欲望是一個現象 那 拉綱把這個東西描述得非常清楚 那並不表示拉綱提出了一個解決的辦法 他的辦法到底是不示範 我們其實是可以辯論的 那我基本上認為他沒有解決 所以 我們才需要 像 新物質主義這樣的 這些 這個理論家 來 把這個 他提出的 就是說 這個 人 真正的自我 到底是什麼 這個問題 做一個 更完整 周延的回答 那這個 這個就是 其實我今天在談邪惡 談AI的 跟邪惡的關係 其實是從人 一直都在談人 簡單講就是 用人來模擬 但是最後我必須要說 用人模擬這件事情是不宜的 因為你用人模擬的話 就會現在 就是我認為我的自我 就是我自我 而跟其他沒有連結 這樣的一個問題 不是社會性連結 還有本體的連結 所以 在這個 重新想像 人性這件事情 其實 從 談 AI有沒有可能 有 他自己的 不管是他的 欲望 或者是 因欲望造成的邪惡等等 其實 目的 最終還是要回來 對 人性 做一個 重新的想像 而這個對人性的重新想像 就是要找到 人跟物 或人跟世界之間的連結的可能性 就是你最後 所以你最後那一句 我其實那句我是非常熟悉的 是座又明 那 目的當然是要 最後其實要找到這個連結的問題 就是人跟 故人跟世界 當然這也是困擾那個康德的問題 就是 就發現人是自由的 那個自然是被決定的 那我們之間到底什麼關係啊 如果是自由 自然不自由 我們不會有關係 那 其實 新物質主義 就是要重新來理解說 那物到底是什麼 物跟我的關係是什麼 那這個 這個語言當然就是我們的 傳統哲學 這個 如是道三家都在談的問題 所以 所以 從拉綱的這個 經濟分析 談欲望是一個問題 透過比較現代的語言來談 然後 最後我們是要想辦法 解決這個分裂主體的問題 就是 進入語言之後 我們主體分成兩個 一個是語言事件裡面的主體 另外一個是 遺落在外面的 那個主體 那這個分裂要怎麼解決 我覺得 最後是必須要 回到重新處理人跟物的關係 而且更重要就是 把人跟物 拉在同樣一個平台上來理解 就是這個ATM裡面 談的 就是說 這是一個平面的oncology 沒有說人特別優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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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個意義上 並不是要 別人說 你說人有很特別的地方 人的確有 你說的很特別的地方 但是 我們也不知道 物是不是沒有那樣的 特色的 因為 就像昨天說那個 那個 Nagel說那個 bad的那個 蝙蝠的那個 那個 也有點像莊子講 莊子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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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能解說的 因為 總有一些刹那 總有一些刹那 我們跟物資 或者整個世界 是會有一些 全面連結的時候 就是 完全沒有了自我的 社會自我的障礙的時候 這個就是 損之又死的結果 那這個 我就是為什麼說 剛剛又老師在講 那個 那個靜坐的時候 我覺得 這個 有一些 可以呼應的地方 因為我自己做氣功 自己做氣功 其實我 最初在讀德勒茲的時候 我是 讀不太懂的 我當時在念 博士班的時候 那 拉綱看起來比較難 反而對我來說 比較容易 但是德勒茲我覺得 就是一個後結構主義者 但是後來 我做氣功的時候 突然間發現說 這個就是他說的 他說的 無器官身體 其實就是莊子講的 去肢體做聰明等等 莊子講 去肢體做聰明 就是無器官身體 當然 我不是說我在 我都做氣功的時候 天人合一 但是 人總是有一些時候 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才會那麼 那麼有把握的 寫出最後一句 放出最後一句 我相信你應該是 有這樣的一個經歷 還是 好 我想大概 我就是 用這段話來 一方面也回應剛剛 我們中興大學的這個 這個裡面有台大的朋友 用一個更清楚的說明 來把這個 今天我要談的 以及我們這個會 其實也期待能夠看到的願景 等於說三合一的把它說明完畢這樣 好 那好 接下來是不是 我們 講者之間有沒有要互動的 當然 如果講者之間沒有要再進一步互動的話 那我們就 把時間開放給我們在座的朋友們 看看有什麼要進一步分享的 要了解的 要了解的 來請請問 好 我請問一下 這個 這次活動 它的這個 開頭上面 在前面有一段是 在最前年的美力與恐懼 接下來才是所謂 人工智能與人性 那麼 根據我的想像的話 那麼 這個美力是來自於 人工智能的功能 那麼 我不知道 這個恐懼的部分 是要跟人性 是要做什麼樣的連結 剛才有談到 人性有談到 這個人性的良善裡面 有談到自我意識 那 這個部分 那跟恐懼之間 到底 有什麼樣的連結 除了廖老師談到邪惡之外 其他的部分 好像這部分的琢磨 比較少 這個 人性到底 它向了人性 或是有了自我意識 是比較恐懼 還是會比較不恐懼 好像也沒談到 正面不曉得 哪些講師裡面 其實 我們就一個一個問題來回答 好吧 那 其實恐懼在 不只是我 每個人都有點到 你看我們 像文元老師 就是 他在一開始舉的那個監控的例子 那不就是 蠻恐懼的 蠻恐怖的 全面監控 從個人的信用到 到路上開車 那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叫美麗性世界的一個境界 那或者說 那個情婦 當然 也許他沒有說是恐懼 但就是會有很多問題 比如說你如果讓AI來當 做很多法律處理的時候 有很多問題 那這個問題 當然也可能在人的身上發生 這個 真人法官也可能做同樣的事情 但是 我們比較不容易看到 像剛剛那個李老師有說的 但是 用AI的時候 我們就很容易看到 比如說他有種族偏見 或者什麼 那就很清楚 那這些 如果我們沒有去注意的話 那就是犧牲了很多 無辜的人 那這個 這個當然不至於到恐懼 但是就是一個 偏向AI的負面的效果 所以我們那個題目 當然是一個文學的修辭 就是正面跟負面的意思 那有些人覺得 AI好好好 那有人說AI糟糟糟糟 那我們就是把這兩個都列出來 看大家要怎麼談都可以 那其實 其實我的 我一定程度也是借題發揮 當然 當然因為我談的那些 都是科幻電影裡面 真正表達出來的恐懼 很多科幻電影 都在談未來的這個 惡托邦的想像 就是未來會很糟糕的 那種想像 科幻小說 常常是這個樣子 幾乎沒有看到不是這樣子 那科幻小說 如果寫未來很棒很棒 這種沒人要看 通常都會是未來很可怕很可怕的 才會很可怕 是 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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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老師跟葉老師提到一個 現象 就是說 我把我的社會自我剝落之後 方法 我總有一個東西留下來 所以那個也許是一個 就是我跟世界 或者我跟對象 混而合一的這個狀況 或者我跟別人連在一起的狀況 那我想要問的是說 這個連在一起的狀況 如果把它理解成為天然合一 顯然是我們 中方社會 至少在中國社會 傳統社會裡面 要追求的一個境界 那問題是說 這種連結的方式是整個一種連結 就是說 我常常說 當然我們可以問這個問題 AI為什麼不能覺悟呢 AI可不可以悟到 對吧 我們可以問這個問題嗎 同樣道理的 就是說 如果狗對我佛性 那AI為什麼不能有佛性呢 其實 我關心的是說 我悟了之後 我跟世界關係是怎樣 那有一些傳統的說法 像吳東山說 因為我沒有知的知覺 這個說法是有個問題 因為這幾個細節跟我們感覺的細節 是不一樣的 這兩個細節 但是分裂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有問題 如果是個合一的細節 那我們再想說 這種關係怎麼有關係 還是說 在這個關係當中 我們有某種非常特殊的感覺 這個感覺我們覺得非常珍貴的 可是我能不能夠每一刻都在這種珍貴的感覺當中生活 我還是要吃飯呢 我還是跟教訓小孩 我還是要做我的事情 所以 這個關係就變成是很不好說 所以一方面 它好像你跟細節對象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我們是合一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跟細節打架到 我不可能跟它合一 所以你會碰到這個 好像很可動的一個狀況 那 所以 這裡的一關節都在說 當我說我跟細節合一的時候 當我說我跟對象沒有差別的時候 這種關係到底是怎樣的關係 這個是我想要弄清楚的 就是說 我覺得如果我們在打坐當中 或者在某種特殊宗教經驗當中 有某種人在某一個剎那 或者業氣上存 在晚上的時候 或者是那個自我 也許正規的 也許是你說要去掙扎的 不管怎麼樣 在那個狀況之後 我們還是要這樣生活的 所以 我們不可能 每一剎那都在那個時間當中 所以 為什麼把那一剎那 看得那麼珍貴呢 它如果發生就發生了 還是說 沒有 你發生過回來看那個世界 就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 這個是我想要知道 好 這一類型的經驗 通常是很難言傳 就很難用語言描述 那我們要不要用一分鐘 讓自己試試看 要不要大家有個一分鐘的時間 只要一分鐘就好 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但是 現在請各位就是坐直 然後把眼睛閉起來 請閉上你的眼睛 現在開始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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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 吸 吸 吐 吸 吸 吐 吸 吐 感受到你自己 在這個空間當中 在這個空間當中 注意自己的呼吸 有任何想法 有任何想法 就讓它飄走 持續注意自己的呼吸 持續注意你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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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到你旁邊的空間 感受到你旁邊的空間 以一個圓心往外擴散 感受到你旁邊的空間 感受到你旁邊的空間 在這個圓心當中 這個圓心持續往外擴散 想象这个圆心 在你空间的外围 扩大到最大的范围 感受你和这个 天堂里面的所有人 都在一起 感受你就是这个空间 你就在这个空间里面 你和他们一起 一起呼吸 一起感受 直到你觉得 已经没有身体的 境界存在 现在慢慢把这个 大的圆收回来 从它最大的地方 往内收 当它收到你的身体 中间的时候 让它从中轴 持续往下 你开始感觉到你的实体 感觉到你的呼吸 感觉到你在你的身体里面 现在可以张开眼睛 刚刚只能很软的示范 所以我说这个是需要长期的练习 如果你刚刚 你可以从刚刚的那个感觉当中 有感觉到一点点 那也许你可以尝试着 稍微久一点的时间 在台湾有很多的地方 是可以让你去练习 包括我自己觉得蛮好的一个地方 是完全跟宗教没有关系 叫台湾内观中心 那通常一次去是十天 十二天 那你可以增加到二十天 增加到三十天 所以就是我们刚刚 如果算一分钟的话 那就是你把那个长度 再增长再增长 到其中有一种叫慈悲禅 你可以把你的亲人朋友 然后甚至陌生人 再到你的敌对的人 都纳到你的圈子里面来 我自己是觉得 如果你感受到那种经验之后 甚至是那种震动的时候 其实你会知道 那是怎么样一种 非常不同的品质 我想真的没有办法 用意见来说 这需要是一座的部分 好 OK 不好意思 再用大家时间 各位教授好 我是那个板桥高中的林玉秀老师 然后就刚好就想要请问大家 就是AI跟教育这一块的关系 那因为这个政府有前瞻计划 就是有补助高中指 就是成立所谓的信心科技 推广中心 那当然就有一些 像我们学校也是有 然后呢 就有一些学校就会以AI为主题 但是好像在蛮多的论述 或是介绍场合上 都是比较偏向就是技术 或是说教他们理解 可能AI是怎么运作的 那不像今天的讨论 其实都还是 限于人文社会的思维出发 但我相信这样的内容 对高中生来说 可能有点太过困难 那不晓得说 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各位教授对于高中生 这个年纪的学生 他应该怎么样去接触 或是学习AI 有什么样的期待 第二个是 就各位教授在 可能教育的现场里面 那各位是 又怎么样去 推动 就是学生们对AI的了解 或是结束 那这个东西 似乎跟他们未来的职业 或是跟他们 其实现在已经正在发生的 这种生活的方式模式 都已经有很大的一个 互动的情况下 那作为教育工作者 我们应该要怎么去 就是帮助推广 或者是说应该要带 什么样的观念去宣导 这样子 感谢 谢谢 哪位 之前遗传石 有一个机构 就是遗传石 何佩玲弄的好 他们其实是有一系列的 就是人工智慧跟人类智慧 那是让高中端 可以有50分钟上课时间 在电脑教室 可以用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些人在做 那自己就说怎么样让他可以下到高中端 可以理解 就是其实像 因为我的小孩也是 其实都大了 都大学以上 但是我觉得高中生 其实比我们想象的 要更能够接受 这些知识的 更前沿的知识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 其实也可能不一定要特别量身定做 就是为高中生要做什么 那现在网路上有非常非常多的教材 甚至包括那个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 这些 我们台大有很多名师 他们录制的那个节目 就有几个 几零 几零几里 非常有名的名师 真的录制节目非常好 就是如果完全没有 那个基础的人 其实去看也可以去 也可以理解 我觉得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源 可以用 目前我了解就是 我们电子学院 台大电子学院 有帮某些高中设计 所谓的微课程 那 如果 我不晓得是 订阅很多高中 但是如果说 你有兴趣的话 或许可以跟我们台大电子学院的同学 或台大电子学院的同学 或台大电子学院的同学 跟他们联系一下 跟他们联系一下 询问一下 看有没有可能 那有些年轻的老师 因为我们有鼓励他们的 就是如果他们要去设计微课程的话 那他们有一些在课程上的一些奖励 就是鼓励他们去设计 所以或许这部分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 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除了技术面跟科技面的话 其实我建议讲如果在高中有一个领域叫科技与社会 因为现在AI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热潮 所以大家都会这样 之前教大家都学程式语言 但是如果把AI看成是科技的一种的话 它从各式各样的科技对我们的影响 其实AI我们的社会 其实是由各种科技去共同行诉的这样 所以这个面向的资源 或许可以搜寻一下 那请我预告一下好了 我现在就刚刚跟李建南老师 我们在推那个AI的公共化 那我自己有编了一套书 叫科技社会人士给大学生的关于科技与社会的Case 那我们也编了一系列要给高中生的 那应该是明年初 我们应该会希望可以出一套跟人设的AI相关的 当然技术层面当然就不敢那个去碰一下 但是我们会从人设的角度会汇集一些讨论 那希望有一些帮助 还有没有下一个问题 好 这边 刚这边 这位这边 喂 喂 大家好 事实上我是叶老师以前的学生 对 然后现在在艺术领域 那今天这个场合是让蛮多艺术领域的来 有生物艺术家 然后我本身做科技艺术的 对 那在听了这么多的想法 我是觉得很精彩 然后有一件事情想要请教一下 因为目前在艺术领域 我们有OO就是物件导向理论 也是新物质主义在延伸的 然后也在讨论就是data ontology 所以我们对于数据这件事情有一个新的想象 那另外一方面在想的是说就是 在一个环境界的架构下 就是我们 呃 环境界 所以有点像是 我们跟AI是同一个物种 不同物种 但是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互相观察 如果说input 输入它是一种观察的话 那AI可以观察我们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观察AI 所以就会有一个 我可以观察它的行为 然后它可以观察我的行为 然后我内在群体的行为 就是我跟人的语言式沟通 然后AI的内在行为就是 不管是程式语言 还是发展社会影视语言的沟通 那有没有一个可能 因为环境界的假设是 这些被观察行为 是可以三号被转移的 就是例如说 我不知道植物在想什么 但是我好像知道它现在 呃 土壤濕濕的 它可能需要水 就是这种转移 所以它就是一种沟通的层次 就是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个状况 在这沟通程式的里面 我们共有一个 呃 扩张的 拓展的知识 知识体系或知识論 比如说我们人类 像很依赖我们人类的知识体系 那AI在不管是game model的发展 还是什么的 事实上 它从某个层面 它有一个未知的 好像属于它们内部的知识架构在 但在这种 可能可以沟通可以转移的状况下 可不可以 有一点像是 未来也许人类的 知识的架构整个被扩张 然后 说不定在那个时候 很多概念都变得非常不一样 雖然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对 就是很好奇就是大家的想法 好 谢谢 我相信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不同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跟植物之间的这个转移 就是沟通 那我想举一个例子 就是 过去 因为我们认为植物没有大脑 所以它其实没有神经系统 可是后来呢 这个 学界 其实是有一位 在加拿大的一位植物学家 他就发现 就是说 其实植物呢 他去追溯 就是把 有种旋影药机 去看那个植物的 根系的分布 就发现有所谓的mother tree 然后这个mother tree 就是母树 他会去照顾那个子树 而且他有亲疏远近的这个观念 然后他也会有借贷的观念 比如说 今年夏天 比如说化树 或者不同的树种 他可能这个时候 他得到养分比较多 那他就去借给别人 然后等到他比较没有办法 吸收养分的时候 别的树 别的树 别的树就把那个养分再还回来 这样子 那他是透过这个树的这个根系的 这样的一个交换系统 去了解到说 当然他是透过 比如说方格那种薰蕾 来做这样的交换系统 可是我觉得那样的一个 他当初发表在Nature 这一篇配合 那这样的一个发现呢 我觉得整个改变了 我们对植物的看法 那就是植物也有他的social network 所以他后来把他的这个实验室 叫做Neurobiology Plan Neurobiology 之类的名称 那当然这个 就是这个的来源 我觉得也是一开始 是能够看到就是 为什么有些树 它们在一起的时候 它们就长得蛮好的 如果你把它离群所居 就让它一个盆子带回家去 它就变成长得不好了 那我在想 就是这个怎么改变 我们的这个姿势的架构 其实我还是要回到 我刚刚讲的connection 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慢慢有看到 也许我们现在以为 我们每个人 都这样孤立的在这边 可是有不知道什么 比如说电磁波 或是什么波 震动啊 什么东西 使得我们其实是 连在一起的 那个一定会改变 我们对我们自身 跟我们的环境的看法 那你说是不是 会有一个扩张的这种 知识的架构 我相信一定是肯定的 这一定是一个 在变化的过程当中 那我觉得它一定是扩张 不会是说 媚说嘛 就好像整个宇宙应该是 往外扩张的一样 我稍微再补充另外两个层次好了 其实从AMT的观点 AMT就在谈这件事情 我想你大概得清楚 那相较于 你刚刚说各种物种之间 其实我们去想物种这件事情 我们用的 其实就是一个meta language 你预设有一个分类架构嘛 所以是不同的物种 但是AMT谈叫infra language 如果说meta language 是形上学的话 那metaphysics 那infra physics 我把它翻译成形下去 就是实际上我们 你刚刚讲那个转易过程 那互相的互动和影响的过程 那里面出来的各式各样的东西 它就是互相的缠在一起了 以物的形式 以知识概念化的形式 或是以某些末会的形式 譬如说你去摸那个土壤是湿的 但是你可能 我们有这个概念是湿的 所以你知道它是湿的 但很多你跟猫狗玩啊 你跟很多东西的 长期接触的感觉 那个姿势 你不见得可以去概念化它 但是那个东西就发生在某些东西嘛 这个是 那对AMT来说 很多事情到最后 我们能够说出它 因为那是因为血科概念介入的关系 那这是另外一个预解的概念化 但是有另外一个层次 我觉得可以回到 刚刚那个叶老师 带我们做那个 静坐的那个程度 其实我上一次跟廖院长见面 其实那时候我谈的是中医研究 但事实上我那时候 我在做研究其实不是中医 我是在做2000年前的那个世界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设想一个事情 2000年前在希腊 有一个人叫阿里斯塔特 他们用思考世界的概念 是从我出发 主体跟客体 那个世界从二分开始 那刚刚那个调院长谈了很多 那个哲学从那里出发 但是2000年在中国 北方黄埔有域地区 有一群人 他们的思考方式 他们是用气 天然感应 那里面有其中一个概念 就是试这个概念 就是我做东西 我从我抓的这个概念 去做一些发展 那在这里面最大的差别 有一个某一个世界观里面 其实你去想想 2000年前的时候 世界上有非常多的 不同的文化群跟概念群 这只是其中两个 但是后来到2000年后 其中那个主客厄立的那个概念 变成我们今天的叉叉学 他无所不在的 所以包括我们现在思考 那刚刚六云总谈的德勒茨 他们基本上有回过头来 从比较合一的概念去 就想去对抗二元对立的哲学 怀哀的那些都是这样子 那这个其实今天因为 AI这个厂最近开始思考 一些AI的问题 也会让我去思考 如果我们的技术的概念上 不是从二元对立出发的话 我不知道这个如何可能 那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的 技术的哲学 以及技术的架构出现 这是我 我们跟那个李建良老师的 我们那个计划另外 是中间那个王大为老师 我们就稍微谈过这个问题 那我知道的 AI里面的演算法 叫那个演化演算法 他好像就 我好像稍稍接近一点 我没有办法知道技术上也相信 但我觉得这个是 或许你可以 从这些不同层次的角度去思考 那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去我上个场跟学生 去找中文的气这个字 你把所有 跟这个气有关的字找出来 你找他在以前的用法是怎么样 用法是怎么样 譬如天气、人气跟地气 这三个字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或许是一个方向给你参考 因为以前都是说一气流行 现在的气已经变得很零碎破烂 零碎 那气其实是一体的 那至于你刚说 那个可不可能有一种新的 你说知识架构 其实那个新的知识架构已经出来了 就从康德到现在 康德那时候就是认为说 我就是没法了解物啊 所以 然后来到了后结构的时候 根本我不要谈本体的东西 只谈语言 所以反正这个世界都是语言建构起来 但是现在整个是回去谈物啊 所以你刚说的哦哦哦就是这样子嘛 但哦哦比较不能够那么完全 不能百分之百认同的地方就是 他认为每个物实际上都是独立的 几乎是那个意思 所以你最后就是 你还是没有办法去接触它那个物的核心 但其实这个 这个我觉得是 有违现在我慢慢对物的认知 就是比如说包括 因为他们现在谈这个新物质主义 常常会借用量子力学的一些 一些观点 当然借用不是说把它当作比喻来 暗喻来借用 而且实际上就是 因为物就是在最基础的 在micro的层次是那个样子 所以你可以从那个东西推上来 包括自由意志 包括意识 这些都可以从最小的粒子谈起 比如说 Wave function Wave function 那个在 粒子在 你没有测量它的时候 它就是无所不在 它就是无所不在 superposition的状态 无所不在 等到你去测它 它collapse Wave function collapse 变成一颗粒子 这个时候就是粒子出现的时候 所以我今天早上才会谈到说 这个粒子从那个 Wave 这样出现的那个刹那 会不会有什么 像小孩从那个 这个母亲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产道出来的时候 据说后来 1970年代 80年代是有人 有人认真 在美国又认真地去做这个研究 所以那个刹伤是很很很 其实是蛮重大的一个刹伤 因为 你突然间 要透过一个非常窄的一个管道出来 那个压迫感对那个婴儿来说是有相当大的冲击 而且原来就是在里面舒服得很 出来以后马上 你知道那个世界太可怕了 所以婴儿出来一定要哭的 但是你说物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也有可能 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说 我们刚刚说的那些重要的观念 在这个城市都可以谈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就往 再推 推说那其实一般的物是不是 当时中间有一个 他们谈到一个combination的问题 就是说你从那么小的东西 combine combine 后来变成我们这个 变成这个手机的时候 它的性质会有改变 这是另外一个很重大的议题 我们没办法在那边谈 但是 但是就是说 这个知识架构 已经在包括物理学 和生物学 和神经科学的 共同的努力下 已经改变很多很多 已经就是一定程度 就是回到他说 那个2000年中国北方的 那种思维方式了 就是 黄老的 甚至一定程度 包括儒家的 医学 那样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这是非二人对立的 就是人跟物人 所以他刚刚说的AMT也是这样 Latour那一套也是 基本上就是 他要强调说本体是没有平的 没有人在最高 像中世纪的时候 上帝在最上面 慢慢慢慢慢慢 到下面是浮游生物 什么之类的 无脊椎动物 浮游生物更下去 叫什么 最小的那个东西叫什么 单细胞生物 对 所以已经存在了 好 我想 只是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像今天我提到那个 双面单 单体的那个东西 那个其实是最 谈的最 可以说最夯的一个 谈法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可以解决意识 为什么可以从物质冒陷的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没人可以解决 因为你如果一直认为说 意识是从那里冒出来的 不是在那里面的话 那就是永远不知道它怎么冒出来的 因为在那里面你看不到 你只能知道 跟这一块 神经的这一块相关 但是你不知道 怎么冒出来的 好 那个我想我们的时间 是差不多了 机灵差不多了 因为他指令六点半 就会关门 就会关门 对 所以我想就 就把刚才那个当作结论 那最后当然是要 谢谢各位 坚持到最后一秒钟 而且眼中没有任何疲态 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 当然 感谢你们来 跟我们共享盛举 谢谢 那未来请继续观看 我们高原院的活动 好吗 谢谢